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有一天我在节目中 跟大家引述了说沙朗 沙朗斯通 他已经60多岁了 沙朗斯通在一次的Opera的节目当中 首次披露出他的宾死经验 我没想到反馈蛮激烈 因为他年龄原因 其实他当年是跟道格拉斯演了《本能》这个电影 道格拉斯现在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这个人可能老的已经 好像他已经走不了路了 已经瘫了 道格拉斯在当年是很有名的好莱坞的男影星 人风流梯淌 整个他的形象 那是美男子的形象 那沙朗斯通呢 应该是脑子里长瘤子 听起来是瘤子破裂 血管破裂了 所以就他差点死了 那他感觉的就是 就是就像被人用锤子打他脑袋似的 一锤就把他的灵魂魄就给打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实际已经处于瘫死状态 当他被打出来之后 他甚至看到了他 后来跟他离婚的他的先生 他还跟他打过一个电话 他说我可能要死了 你得赶快回来 那是当时在瘫死之烟 在他的灵魂出了身体之前 讲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救护车给他拉到医院 怎么抢救他就在房角上看 跟所有人讲的宾死经验类似 然后他进了一个 进了一个tunnel 他说进了一个tunnel 就进了一个通道 是白光的 很柔和很明亮 充满了爱 没有任何恨 没有淫荡 没有诱惑 没有欲望 充满了慈悲 充满了人的友谊 他见到了很多死去的人 但是他说我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不理我 然后那意思就快走 快走 见到了天使 天使跟他说 不成你不能到这来 你得赶快回去 结果他就又回去了 所以这是我想说 这是很有趣的 其实他的宾死经验 不就告诉了人们 灵魂是永恒的 人死了 我们还在 那沙朗思同自己也没说 我是用什么 看见我自个儿的 他人在那 两眼珠子在底下 闭着呢 闭着眼呢 那眼珠子没带出去啊 所以眼见为实是傻瓜吗 但所有宾死经验 大多都见的是天使 如果宾死经验 见的是鬼 黑白无常 那你叫什么宾死经验 就给你带到地狱去了 大谢八块 你哪儿回得来呀 回不来了 所以宾死经验 见到的大多是好的 大多是好的 那那边为什么是那样 在这边你是解释不了 我们这边能够理解的 就是说我们生命的真实是永恒的 这是今天 其实被所有人都应该可以借鉴 所有人都应该借鉴 所以我说沙朗思东的有意思 就是他以肉欲的本能演绎出 相当超凡的 被人们不能遗忘的那么一幕 却偏偏视差 又演绎出另外一面 人的肉体是假的 所以有着宾死经验的人 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使命 这种使命本身是用它提醒着另外的朋友 宾死经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做梦 而只能这么说 谁也带不进去 对不对 谁也带不进去 所以他能看见这边的人 这边却看不见他 他的语言传不过来 但他知道你在干嘛 你却不知道他在干嘛 你却不知道他在干嘛 所以这是在我们个人眼睛里 其实自己有过一个朋友 他在医院离世的时候 他的太太看见他 是白色的 就是很 就像 有点像水雾 但是是一团的 水雾是连接走 他是一团的 飞到墙角去 因为我跟他 跟他太太都是朋友类 所以在他离世的时候 我们在类 可是 魂魄走的时候 人还会有一段时间呼吸 就是这块肉 还在 在医院那种 现代仪器的维持下 他还可以维持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就叫脑死亡 脑死亡脑的 没有脑电波了 其实 魂魄不在里头 就没了 说如果又活了 进去一个鬼 保不齐的事 绝对保不齐 这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直这么讲 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将决定你 在你这个肉身死去时 你生命永恒的位置 网友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习近平给民主下了一个 中国式民主的定义 挺邪门的 几乎所有人都 都听不懂了 我看有不同的报道 都听不懂了 习近平到上海 首次提出 叫中国民主 人民民主 是一个全过程的民主 但什么叫全过程的民主 不知道 中国的全过程式的民主 跟西方的民主 有什么不同 不知道 但它的原话 没有解释任何不同 二号在上海 我不知道它一号去不去 三十一号 轨劫结束 即刻到上海 上海是中共的中心 是江泽民魔鬼的中心 他习近平一天不耽误 就往那一靠 所以咱说过 十月一号情鬼上身之后 就这样了 招鬼上身之后 基本就这样 他说中国走的是一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路线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 都是依照程序 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 和民主决策产生的 我看过不同媒体报道 基本都给说晕了 一切都是民主的 通过立法的 后来有人就反对起来 就不太好反对 到底说的啥意思 有一个人说 如果在天安门广场说 你习近平是混蛋 他立刻就抓我 但到底是民主还不是民主 对吧 人民民主是一个 全过程的民主 其实它里面的暗语 我能够看到的意思的暗语 中国的过程 共产党的过程 一直走在民主的路线上 如果你再往下伸 因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党为人民服务 难道不是民主的决策过程吗 新华人们写的烫金大字 叫为人民服务 对吧 人民民主的全过程 重大决策依照程序 经过民主酝酿 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产生的 什么叫科学决策 人没说 什么叫民主决策 人没说 什么叫民主酝酿 人没说 依照什么程序 我定的 一切都是以人民的 这个基础 以人民的名义来产生 以国家的名义而产生 难道不是民主吗 所以你见过流氓 你没见过真正穿着 上等西服的大流氓 对不对 如果你让我讲 我觉得就一个很简单 放屁就是放屁了 他不 他说在屁的孕氧的过程中 跟排出的过程中 他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放屁 那没错 确实都是放屁 大家讲放屁就可以把所有人熏着 讲的是这个状态 没人去搭理那个过程 他偷梁换柱 说我们在走着 整个过程都是放屁的过程 所以至于是不是这个状态 无所谓 我们的这个过程是 我们的过程是 人之初性本恶 类似 人之初性本善 讲的是人的灵魂 人之初性本恶 讲的是人的肉身 撒旦魔鬼教 他的教旨的宗义 就是一切建立在这块肉体上 以肉体的快乐 作为首要满足 必须慈悲 不能伤及任何动物 除非他要伤到你 你可以伤他 但可以杀人 只要他碰到你 你就可以杀他 这句话叫什么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这是共产党的话 所以这是一样的 这个词 这个词我想是来自于 应该是来自于这个 王沪宁的说法 四中全会之后 公开发表了上述讲话 而翻遍四中全会公报 却没有相关内容 中国是就是骗人的名词 中国是民主是一个独裁制度的国脚部 和民主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第一个看法 第二所有这些单词 一旦加上中国式的 基本都是骗人的 无论是中国式的人权 中国式的民主 与原意毫无关系 我觉得这个民主权过程的提出 更多的是一个国家治理模式 形成一个国家模式 是 当他把人置身于 脸谱识别 跟情绪识别的机器的控制之下 他的一切的过程都是民主的 因为人已经成为了他的 在国家社会形式中存在的一种 怎么讲呢 智能化产品的一个基础 这是国家大民主 因为所有人失去了自我存在的 本身的独立性 就是一个全民民主 所以他叫民主的全过程 是一个全民民主的过程 我不知道朋友理解不理解 所有个体者存在的 神造人的个体者存在的尊严 全都被销毁之后 就是一个全民民主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对的 你现在人把它解释成 叫独裁体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